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怎看 今天會和大家講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是關於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 在國際學校收了很多香港人學生 結果搞到這件事導致香港很多幼稚園和小學 修身不足而面臨殺效 所以在立法會開會時 他跟蔡若年說 要求限制一些香港人入讀 關於這件事我自己是絕對支持的 不過是要有附加條件 我相信分享完這些附加條件 之後起碼有九成的觀眾會支持井仔 第二個話題 關於一個內地的財女 她憑著人才計劃來到香港 她近日在網上發文說 她來到香港五年 她覺得相當後悔 她也提出了三個論點 原本以為會有很多人同意她的論點 但反而被人罵回頭 在這件事上 其實都可以再進一步去看看香港人究竟有什麼優勢 我經常都是這樣強調 作為香港的基層 我們活在香港 其實去到將來 特別是一些臨近退休的時候 進可攻退可守 這些絕對是有原因的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 訂閱讚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隔離的閱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跟大家說一件事 我剛才以為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是鄧飛 最後查回資料才發現 原來鄧飛校長是選委界的立法會議員 朱國強就是真真正正來自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 不過其實都沒所謂 90個立法會議員 不是代表了90個不同的專業領域 總會有人是法律專才 有人是教育專才 有人是創科專才 什麼都有 所以這些沒什麼所謂 就算功能重疊了 你猜鄧飛一個人可以做所有教育事務嗎 接下來就跟大家看看新聞 在今天早上的立法會特別財委會上 朱國強再次追問 他就說 國際學校本業是為了滿足因為工作或者投資 而來香港的非本地家庭需求 並非一買一賣 出得起錢就能夠取落無外國國籍的本地生 他就評擊國際學校違規收取本地生 將現在香港學校修身困難的問題 就推給本地學校 又說國際學校是間接造成縮班殺校 問教育局為何不學新加坡和內地 限制本地生去讀國際學校呢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回答就說 保留國際學校修本地生的學額 願意是用來培養本地學生 就多元國際視野 他指國際學校的學費是由家長親自承擔 局方就無任何的資助 然後蔡若蓮反問 即使不讓本地生去讀國際學校 是否代表他們會回到公營系統呢 蔡若蓮說 有可能會迫這些學生連帶他們的家庭 會去鄰近的國家 或者會直接去到大灣區就讀國際學校 現時香港就急需人才 所以這個問題就需要認真想想 關於減少本地生入讀國際學校這件事 本身這些學生如果他們能夠選擇入讀國際學校的話 即是本身家裡也有不少錢 通常這些人家庭的學生質素比較高 如果這些人能夠留入公營學校體制的話 是會增加了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家劇 因為他不是把一些差的學生搬進去 是把一班擺明是厲害的 有質素的學生擺進去 樂觀一點去看 有正面效應的 可以令到整體學生的質素能夠拉高 其實有些人 為什麼香港人是要讀國際學校呢? 他很單純的就是 我不想讓兒子讀國民教育 結果大家都知道 當時黃人講這個話題 講到要生要死的 所以現在還有殺校潮 什麼都離開了 你說加上限額 其實都不錯 如果你有些本地學生 你真的不讀香港公立學校的 那你就走 要不就把兒子送去寄宿那裏讀書 送去寄宿就沒有蝕底 對於香港來說 反正你要不就去國際學校 你再不是送兒子去寄宿的話 對香港也沒有太多影響 本身你的錢都不預計 放在香港的企業那裏 但是如果因為這樣 而成家人移民的話 代表了有一個家庭 就不能在香港吸金 香港作為一個很賺錢的地方 特別是對於中產來說 賺錢其實真的不太難 我講中產 我不是講我這些 所以有很多人是不捨得香港這一個地方 還有大家有很多實例可以看到 在香港找六七萬的人 一旦離開了香港 隨時連一兩萬都找不到 所以我覺得 蔡若年可能就高估了家長的經濟能力 即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是說為了小朋友的教育 說走就走呢 特別是香港作為一個這麼吸金的地方 好了 那對於限制本地學生 入讀國際學校這件事 去到我想說的那個限制條件 根本香港立法會議員就要以身作則 根本除了要收小些香港人之外 立法會議員的子女都應該要留在香港讀書之餘 亦都要進入公營教育系統 去跟普羅大眾的市民 一起去經歷升班試 情婚試 DSE 到最後看看拿到多少分 還有看看究竟哪個議員的兒子 入了哪間班1 甚至乎有沒有什麼議員的兒子 原來要入了班3 因為對於香港工營教育的形象 之前楊潤雄還是局長的時候 他的兒子去了澳洲讀獸醫 但是明明城市大學都有獸醫去讀 不過收分比較高 三十多分 都是精英才能入讀 那時候已經有很多人詬病 就是說 楊潤雄身為教育局局長 你一個決定 你打個黑痴都影響很多 新生學子升學 為什麼你兒子去澳洲讀獸醫呢 所以朱國強這個議員提出了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朱國強其實是他的小朋友 其他立法會議員的小朋友 還有公務員高官 我會覺得AO以上的政務官 其實大家的小朋友 不應該再要被國際學校收讀 也不應該這麼輕易送去外國讀書 除非你能夠寫到一封信 能夠說服到香港政府 也或者是這麼說 最重要的是說服到我們這些香港市民 就是說 究竟你小朋友真的有什麼特殊需要 才讀國際學校 又或者要出外讀書 如果不是你想想 其實現在真的沒有什麼 哪個社會名人的兒子 讀什麼官立小學 官立中學 其實就真的沒有什麼 你叫得出名的那些官員 不是在讀國際學校 就是已經在外國讀了很多年書 不過當然 你說有時候有些明星 他們希望自己的兒子讀國際學校 因為國際學校 你願意付錢 就會多些保鏢 然後有很多私隱道去保護的話 確保自己的兒子所認識的朋友 或者周圍生活圈子 這個無可厚非 所以不可以完全禁止所有香港人 去讀國際學校 還有明星來說 他們沒有那麼重的包袱 但是你作為官員 你作為議員 你收緊香港政府錢 你的職能就是為了 要令到香港和中國變得更加好 那麼教育體制 也是他們應該要以身作則的一部分 但是你說對於那些極端富豪 找一兩個億的那些明星 我覺得他們有錢的就去讀國際學校 但是其他人麻煩他們的子女 就回到香港公營系統那裡讀書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 不要想著避了國民教育 不要讀 即是無論你爸爸是什麼天王老子都好 總之都是要愛國 都是要認識我們的國家 不要經常想著去外國之後 然後就左臂右臂 因為你教育制度 你議員有份去監察的嘛 你不以身作則的 那你憑什麼和大家說 香港教育制度很好呢? 還有那些議員 他們個個都宣了一輩子 他們更加明白到 他們的子女要去接受國民教育 這一個是更加應當的 甚至乎不應該只是拿合格的分數 應該是要拿高分 還有多了一些官員的小朋友 回來公營醫療系統的話 對於那些殺效問題 一定大有幫助 希望這個諸國強議員和鄧飛校長 就可以積極去推動這件事 其實近這幾年 有很多國際學校賺多了錢 就是因為多了家長 為了要去避開國民教育 所以無論做生做死 都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朋友 送去國際學校那裡讀書 是時候要去打壓一下這種不良風氣 好了 去到下一個話題 有自稱優才的小紅書用戶 在日前發文 直言就說 移居香港我後悔了媽 然後就苦慎居港的三大後悔原因 這個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在06年2月23日公佈 每年配額1000個 直至2021年 再增加每年4000個 總結 過了十幾年 累計 引入了9131個人 當中88% 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樓主就說自己在美資公司工作 之後就申請了優才計劃來港 生活了五年 他就在那裡慎 他就說第一 住在香港 租金又貴 住得又小 香港一直都是存有住房情況 和房屋供應 供不應求的問題 基本上每一個香港人的心願 就是成功上車 但是奈何樓價太貴 就難以負擔 唯有租房去解決住房問題 樓主就說 香港的房子太小了 一般房屋只有30平方 但是 就已經需要14萬6元的租金 但是 在內地一線城市市中心 同樣條件的房子 租金最多8000 第二樣 就是交通費太昂貴 他就說 香港地什麼都貴 乘巴士最便宜都要6元 過海更加要十幾元 相比起之下 內地一線城市地鐵費 就只需要2至5元 第三樣 就是 休閒玩樂的收費超誇張 他就說 健身房不便宜 一般私人教練已經是600元起 普通一個班已經是200多元一折 相比起之下 內地私人教練比香港便宜一半有多 健身貨一折都是幾十元 另外 美容、按摩、卡拉OK 內地也是便宜過香港的 這個鐵文引來不少的網民狠批 就說 看得出原來你後悔的地方 主要是因為沒有錢 也說 你不要用某個地方的藥項去比 你特意挑選香港的藥點出來說 沒什麼好說的 對嗎 跟大家理性去說一下交通費的問題 內地為何乘地鐵這麼便宜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我當時也體驗過 我在連塘口岸 搭搭搭搭搭搭了很遠很遠很遠 最後也是說八元雞人民幣 但是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黃大仙出去長沙環平時玩 都說要八元港幣 但是你想想 整個深圳有多闊 但是我是說 九龍區同區移動都要收八元 最大的分別就是內地的地鐵 是由國家政府進行補貼的 為什麼政府會進行補貼呢 因為是為了促進經濟 特別是說 一些可能還未開發的地方 當地政府會不惜公本 首先起了地鐵 首先是好像送錢一樣 就起了一個地鐵站 去促進了附近的人流 以及促進了投資商 在附近去興建樓宇 商業樓宇 然後就透過地鐵 去帶動經濟 本質上來說 你要作為一個引流的作用的話 內地的地鐵 看回那些年報 它是虧錢做的 只是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所以我們才慣著港鐵 只有港鐵才可以 不需要虧錢去做 然後喜歡加價就加價 然後還可以順便賣地鐵 在上個的樓盤賺到盆滿盆滿 不過沒有辦法的 一國兩制 兩地的政府有不同的決定 所以導致交通費有變化 這個都不能說的 不過如果你是60歲或以上的話 其實你都有兩元搭車 就算地鐵怎樣加價都好 都變得已經沒有所謂 還有我會覺得 如果你說你會去 減香港的交通費貴的話 其實這個人賺錢也有限 如果你是一般市民 你賺萬多兩萬元一個月 那交通費可能三千多元 當然是一個負擔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優才 你賺四萬一個月的話 其實你說香港的交通費 就不算是甚麼負擔 接著就說說房價問題 香港出了名是世界第一 你拿一個世界第一的地方 去跟其他地方比 真的沒得比 不過我也欣賞這個女生 就是說 起碼她知道租金是多少 即是說她應該是租房住 就不是說下來之後 就想怎樣去申請公屋 其實之前有些不知 施政報告還是政府的報告都說過 其實這麼多的租金這麼貴 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導致人才不願意來香港 所以香港政府其實都積極打壓著劏房 例如是說 興建多些的公屋 全部都是在做事 不過未必就有這麼快看到成果 還有最重要的是 未來北部都會區 說明了 是希望將新界的那些地方 甚麼古洞北那些 是打造成為第二個中環第二個金鐘 到你真是打造成功的時候的話 那對於這些商業需求的用地 就沒那麼大 對吧 即是律師行就可以 在新界那裡都設有分行 就不需要說 迫在金鐘 到其時 你起好了 就等於分攤了中環 其他商業中心的租金壓力 所有東西都有向下調的空間 除了商業樓本身的價值 還有附近那些民廚房的價值 亦都是因為分薄了 需求沒那麼大 租金都可以下跌 你要想著在金鐘租間房仔 當然是貴 但將來 你可能在團圓天那裡租一個房仔 然後你也是走兩步就能夠上班 到其時 雖然到其時 團圓天的樓價都會貴一些 但也不會去到金鐘中環的等級 始終我也是覺得 其實現在的樓價貴得有點不健康 好了 去到第三個點 就是休閒娛樂收費超誇張 這個是真的 為甚麼是說 有那麼多人 在星期六日 就立即不上去玩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香港人工貴租金貴 那些錢不會突然變出來 就是在消費者身上找回來 像你說按摩打骨 你說在香港找一間店鋪 是可以做到的 即是你說 百多元二百多三百元 沒有問題下樓 但是 你同樣的價錢 在香港做這個服務 可能就真的 店面都比較高 然後又沒有太多的額外服務 其他的配套也沒有那麼好 只不過 當你在內地 利用同樣價錢的時候 你可能去到的時候 別人那裡又可以洗澡 然後 裝修又很大 很闊落 不會很迫 甚至乎 就說 如果你乾顧超過多少錢的話 直接給你房子過夜 又送早餐果盤 那些 即是你消費的價錢 是一樣都好 但是你享受到的服務質素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為甚麼 有那麼多人是說 很想回去深圳玩 但是你很少聽到 甚麼有深圳人很想來香港玩 即是玩 你說來迪士尼那些 當然也是玩 但是 你說去享受娛樂那些 你會不會看到 甚麼有深圳人 特意要來唱K 其實沒有這回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這方面的消費 真是極度誇張 但是其實 香港又跟內地的距離 不是那麼遠 一何之隔 我在九龍塘上車 我半小時都回到深圳 所以 你就自己衡量 你如果真的抽不到那麼多時間 你在香港 你又要打骨 那你就逼著給貴一點 這些 其實都是錢的問題 你看自己給得起多少 看看自己賺多少 另外還有 香港 免費娛樂是大把 我做過廢青 我很明白 其實你就算想去追劇 看電影 看那些片 大把東西可以看 你看到夏年不上班 你都未看得完 還有 就算你不看片 你也可以打機 然後 你說不行 不是宅女 沒問題 你想去跑步 你想去游泳 其實很多地方都很便宜 不過參賽就是 如果你每次的消閒娛樂 都是說要唱K 要按摩打骨的話 那當然是重痴 經常強調 香港人的優勢就是 就算大家 像我一樣 賺得不多 但是如果你有方法存錢的話 你回到上去 你就會發現 那些錢特別很小 因為內地租房 其實真的很便宜 我當時在連堂口岸 跟MM一起到處走的時候 我都發現了 原來租單位是說 香港可能要幾萬元 不是幾萬元 即是萬多元的單位 原來是三千元 人仔就已經租到了 MM都搞笑地跟我說 就說 三千而已 你也有機會租得起 那你就不要在深浦江 直接住在上面拍片 不過我的實際狀況 暫時沒有這個需要 好地地 為什麼要離開家人呢 只不過 三千元 就有一個單位 可以讓你正常去居住的話 對於香港來說 是很難尋 所以對於退休來說 是真是不錯的選擇 而且每個月三千元的話 可能將來去到退休的時候 你怎麼都會存到的 不是的 你直接在內地 即是幾十萬元 買一個單位長住 這樣退休 可能更爽 因為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 假設去到60歲退休年齡 特別是 香港的甲心階層 就真是慘 如果你真是夠了基層的話 你本身住在公屋 那你什麼都不用想 你就繼續住下去 很多問題都迎刃而解 但是 夾在中間那群人就慘了 公屋就申請不到 但是他所擁有的資產 又夠不夠在香港買樓呢 是隨時連廁所都買不起的 然後 申請公屋又要等了 因為你到60歲又可以申請 什麼長者隊 那你又要等了 你又有什麼辦法呢 然後你等的時候 香港租金又貴 然後自己又可能退休了 做不到事了 那麼 即速呢 每洗走一元 就真的少了一元 到時候大灣區 就是一個好的選擇 需要去找一些 什麼一線城市那些 你找那些 當然是貴到飛起 其實你住偏遠一點 都沒有分別的 你以前 為什麼那些人說 不想住這麼偏遠呢 因為會覺得 買東西很麻煩 我不想買少少東西 就要用幾個小時時間 就像美國 英國那些人 對呀 他們租金很便宜 但是呢 他們一個星期去超市 就要買到整個貨車 那麼多東西 放在家裡 但是呢 深圳內地有個好處 就是說 無論你在哪裡都好 你淘寶什麼都買到的 在物流方面 已經有一個完善的架構 所以運費 如果你稍微懂得淘寶 知道怎樣玩的話 是可以把成本壓到很低的 所以你原本擔心 就是住在三線城市 買東西不方便 這件事 是整個國家 整個機制 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 將來退休的話 其實都很爽的 還有你說 會不會附近 附近真的很荒涼呢 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呢 我都叫做去過一些 比較三線的地方 都看到其實附近 都會有一些 食肆啊 總之 普通的商場的話 未必會在你家裡樓下 但是你可能行十五分鐘 行十分鐘 你都能夠去到一些商場 去進行一些消遣娛樂 例如說 唱卡 跟著那些什麼玩樂 什麼射箭 諸如此類那些 再不是的 你就乘的士 乘地鐵去其他地方 因為內地的交通費很便宜 而且 政府為了去帶動整個經濟發展 政府是會虧錢起地鐵站 就算有些很荒謬的地方 你都會看到有地鐵站在這裡 所以 關於你說去哪裡玩 交通網絡那些 根本不需要仇 就算你說 我我不會開車 這輩子都不想著開車也好 你都沒有問題是可以上去退休的 不過 有一個很重要需要關心的地方 就是健康 大家都聽到我這一集 說話又是有談 說話又是武器 如果健康不好的話 其實在哪裡退休都不行 因為 醫療往往就是花費最多 如果你說你真的要排公立醫院 你又要排到什麼時候呢 例如是一些專科那些 你可能排三年才能夠看到醫生 然後你不是一看醫生 你的病就會好 到時候又不知道怎麼辦 總之 如果你本身健康是沒問題的話 將來去到大灣區 哇 退休真是爽死 我自己是這樣想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都想過 將來有機會償幾十萬 然後就回到內地退休 其實都是美之之的一件事 不過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財富 如果健康不好的話 是真的可能一兩個星期 是可以洗掉你十幾年幾十年的積蓄 所以 明天早上10點就去看中醫 到其時 明天的影片再告訴大家 我看完之後是怎樣 分享一下醫生怎麼說我 當然 如果醫生摸完我物像之後 就眉頭那些 然後還要回書找來找去的話 去到這麼嚴重的話 我就不會跟大家說究竟醫生跟我說了什麼 搞笑話說到這裡 總之健康是很重要的 你要有健康的身體 到時你去到哪裏退休都好 你都會有一個保障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早上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